你家这衣服啊 不管是版型还是质量都没得说 第一次尝试这种风格 显得人都气质了不少 质量固然重要 但是性价比高才是王道 只有人人都穿得起的好衣服啊 那才是真正的好衣服呢 跟你合作我很放心 咱们签合同吧 好 喂 我在外面谈合作呢 一个小时之后吧 等我结束了之后我就立马回家 行 那我在家等你 你回家慢 我不会是看花眼了吧 刚刚还在跟我通电话的老公 转眼就和别的女人在这谈笑风生 怪不得问我多久回家 是怕我耽误你俩的好事吧 嫂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只是我过两天要过生日了 阿诚哥哥想给我挑件礼物 我都说不要了吧 你看嫂子生气了吧 我是你老婆 我生日你都空着手 倒挺会在别的小姑娘那讨欢心呀 嫂子看你这话说的 要不是你总跟阿诚哥哥吵架 阿诚哥哥怎么会不愿意给你买礼物呢 跟你有关系吗 行啊 我和言言只是普通朋友 再说了 你不也是天天在外面陪客户吗 我就陪朋友出来逛个街怎么了 我加班加点的陪客户应酬 是为了聊合作谈生意 你们在这谈什么 谈人生谈理想 还是谈恋爱呀 嫂子 其实你不用对我有这么大敌意的 我跟阿诚哥哥认识的时间比你俩长多了 要是有什么早有了 还轮得到你吗 你笑什么 精彩呀 没想到我这小小的服装店 还能看到比电影都精彩的场面 妹妹 你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呀 这么能装 你俩为什么没什么 今天我的客户站在这里 这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这位男士可能脑子糊了点 但是眼光没问题 你 李冰玉 你过分了啊 你不开心我理解 但人家妍妍没说你什么吧 你就带着别人和气苦来欺负妍妍 我就是因为受不了你这么强势 才想出来透透气 妍妍她会示弱会杂交 懂得善解人意 这才是女人 你看你 天天不是工作叫有应酬 说句话句句带次 一点也不温柔 跟个男人一样 说自己的老婆跟个男人一样 她变成这样 难道不是败你所赐吗 看一下这些就是我们当机的一个新款了 这些都是其实穿上的 然后我看你们公司 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吧 这交给我们吧 小张来把这处理一下 老公 我手刚刚让滑了一下 你能帮我去车上拿个创可贴吗 你一天天的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 留了多少钱能死人吗 再包扎都愈合了吧 我这儿有你来 谢谢啊 好了没啊 你又没钱买衣服 你在这儿搭半天干嘛呢 老公 咱们也开个服装店吧 像这个姐姐一样 他们店里的衣服风格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可能需要点启动资金 我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对开店可没兴趣 你就更别想 在家当好你的家庭主妇 好好地伺候我吧 就你这猪闹的 还想开店 亏我现在还愿意养你 你就老老实实地做你的寄生虫 不行吗 如果当初不是我借给了兵与第一笔启动资金 他恐怕现在还是个任你摆布 受你欺压的家庭主妇 以前他向你示弱 你说他矫情 他靠你生活 你说他寄生虫 结果到了别人这儿 反倒成了楚楚可怜的小女人 如果我知道的没错的话 你今天身上穿的 平时吃的喝的用的 还有你在这儿 陪着别的女人逛街买礼物 都是花的兵玉的钱吧 那请问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儿大意凌然的指责 他不温柔 明明是你亲手把他柔软的心 磨成了钢铁 却反过来质问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一个男人最大的失败 就是让一个有情有爱有趣的女人 突然觉得有钱就行 所以根本就不是你老婆强势 而是你无能 看到了吧 有空少打两把游戏 多想想怎么拼事业吧 省得被人说成软饭硬吃 谁说他没事业的 我看他有项事业倒是挺成功的嘛 什么 绿茶的种植与冲泡 有空少打 很高兴 这么少打 也有什么 那你能听见 你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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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少女人 好 有空少女人 你听见 你听见 你能听见 会有空少女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